臨時歡迎賀吉普市長率團來臺灣訪問 這一陣子我在國外訪問 不過我到處看到 國內有不少關於賀吉普市長的新聞報導 賀吉普市長表達人權與熊貓重要的態度 讓很多臺灣人成為市長的粉絲 賀吉普市長曾經在臺灣的長庚醫院實習 對臺灣留下像家一樣的感覺 也自稱是臺灣民 讓人非常感動 我們也希望未來跟市長之間有更多的互動交流 我知道海盜黨非常重視民主的價值 我要接這個機會 我要非常感謝在座的克斯沃市議員 提案刪除布拉格跟北京市結定的 姊妹市協定的內容 裡面一中的條款 並且為臺灣發聲 這項提案也獲得賀吉普市長跟海盜黨的支持 非常感謝 除了感謝市長的支持 我也要在這裡強調 拒絕總會共識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 是臺灣人的聲音 我也認為各國城市交流 不應該片面設置政治的前提 應該讓城市間的交流回歸常態 來促進人民的交往和福祉 這次市長來訪主要的考察 是要考察臺灣的社會醫療 希望以市長的醫療專業 以及理解到臺灣在醫療上的進步 以及對世界醫療的貢獻 未來我們不僅可以在智慧醫療上交流 也可以在其他產業上加強合作 我們期待各位貴賓的支持之下 臺灣跟捷克的關係可以持續的生活發展 我要特別想對賀吉普市長說 臺灣是你的第二個家 歡迎你隨時再來訪 我也祝福各位行程圓滿順利 謝謝